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網路行銷策略戰的站長林偉 那今天這支影片或廣播呢 我要跟你談一談 怎樣才能有效的增加網站流量 OK 當你有了自己的網站或者是部落格之後 你可能就會開始困擾 到底該如何才能增加網站的流量呢 到底在如何才能讓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網站呢 其實基本上簡單來講流量就是你網站的人氣 代表來你網站的人數 你想看看如果你今天你的網站內容非常的豐富 然後資訊也非常的完整 甚至是你裡面賣的商品也非常的物美價廉 但是卻都沒有人進到你的網站來 甚至是沒有人知道你的網站知道你的商品 那這樣子的一個網站你不覺得就很可惜嗎 也就是說你的網站有跟沒有好像是差不多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網路上做生意 人家想最難的就是網站的流量 要怎樣才能讓網站流量增加呢 所以今天就跟你來談談這個主題 那我想如果你的網站最重要的就是 剛剛提到最重要的就是流量嘛 只要你的產品有一定的水準 你帶來網站裡面的內容資訊有一定的水準 當你有了流量之後一定可以讓你賺到錢 讓你在網路上面的商品賣出去 或者是讓你為你的公司或者是為你的網站帶來收益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你也有了持續去去經營網站的一個動力 對不對 OK那接下來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要如何才能有效的增加網站的流量 OK第一個是常常更新內容 那你要常常更新你的網站或者是你的部落格的內容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有固定的更新時間 例如說每週一三五七這樣子更新 或者是每天更新 甚至是每週定期更新 那讓你的網站可以多一些相關的資訊或者是新的內容 這樣子也對你網站在搜尋引擎當中的排名 會有很關鍵的影響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持之以恆 不要今天更新的然後想說明天有點累就不更新 後天有點忙又沒更新 那下一次可能更新可能是一個月後 那這樣子你的網站在搜尋引擎當中的排名 可能就會比較低 甚至是可能會掉到很後面 而且你的網站內容假如沒有常常更新的話 網友進到你的網站之後也會覺得 你的網站好像都沒更新 那下次不來了 所以你要常常更新你的網站內容 你想看看這些 你在網路上看到的一些知名部落客 或者是比較厲害的一些部落客 透過網站透過部落客賺到錢的 他們通常都是常常在更新他們的網站 甚至有些一天可能更新好幾次 所以每天更新這一點 常常更新這一點很重要 OK那第二點呢就是原創或獨一無二的內容 那你的網站裡面的內容啊 或者是文章甚至是商品 最好是自己原創或者是獨一無二的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其他的網站無法取代你的網站 讓你的網站在某個領域更具有專業以及權威性 這樣子當別人有這個領域的相關問題 或者是想買這個領域相關的產品 他可能就很容易的會想到你 所以你應該在你的網站當中 自己寫一些原創的內容 或者是提供一些獨一無二的資訊 這樣子才是你網站跟別人的一個區隔化 就是有一個差異化 這樣子別人 你的網友進到你的網站 他也比較有意願 重複再進行 再進來你的網站去購買 或者是進來你的網站去查詢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第三點呢就是具有話題性的熱門內容 你想看看如果你今天在你的網站當中 討論一些有話題性的熱門內容 或者是比較夯的 然後跟你網站的一些跟你部落格的領域 有相關的一些內容 例如說像是你今天假如是做美食 那你可能今天在網路上看到哪一個美食 很有話題性 或者是你在電視上 新聞上看到哪一個美食最近很夯 你其實也可以在你網站裡面分享 那當網友搜尋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有可能就會找到你的網站 還有像是你可能討論像去年很夯的 2012年世界末日這些話題 我覺得這些話題 可能如果你的網站剛好是 你的部落格剛好是跟這個主題有相關性的 那你討論的話就很容易引起網友的討論 然後也容易讓你的網站流量變大 OK那第四點就是舉辦抽獎活動 或者是送贈品的活動 你會發現現在非常多的網站 或者是公司 他們都會定期去舉辦一些相關的抽獎活動 或者是相關的送贈品的活動 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可以吸引很多的流量過來 吸引很多的網友參加你的網站活動 因為可以免費拿一些不用錢的東西 我想這個大家都會想要 甚至是你抽獎可能今天抽iPhone iPhone5之類的 或抽iPad iPad之類的 那一定都會有很多的網友 會前來他想抽到嘛對不對 所以他都會想來你的網站加入 然後抽獎 甚至是他來的同時 就會看到你網站裡面的一些商品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內容資訊 那他也可能會把你的網站加入我的最愛 那這一點呢也是 你可以很有效的增加你的網站流量的方式 那第五點呢就是透過社群去行銷你的網站 例如像是現在很紅的Facebook啊 臉書或者是Google Plus這些不同的社群平台 那這些社群平台呢 基本上每天都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在上面 也是一個累積人氣跟流量的地方 甚至是你可以在Facebook這種社群平台 或者是Google Plus這種社群平台上面 去建立你的粉絲團 或者是你的粉絲專業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幫你累積你網站的人氣 然後你在你的粉絲團上面 你可以放置上你的產品連結 或者是放置你的部落格網站的連結 那透過粉絲團引導流量到你的網站 到你的部落格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還蠻不錯的方式 OK那第六種呢就是透過購買一些付費廣告 例如像是你可以購買一些Yahoo關鍵字 或者是Google的關鍵字這些付費廣告 那這些廣告呢 好處就是你假如購買關鍵字廣告 你可以在對方搜尋你購買那個關鍵字的時候 然後直接排在首頁最上面 所以對方可能點擊進入之後就會進到你的網站 或者是你其實也可以購買一些 一些付費平台的一些廣告 或者是一些國內外的相關的一些 網站的一些付費的廣告 那這些廣告呢 他們可能就會製作一個banner 把你的網站的banner 放在他們網站首頁的最上面 或者是把你的文章給置頂 讓更多更多的網友 更多更多的人 透過這些付費廣告 進來你的網站 然後最後當然是最重要的就是 看到你網站資訊 然後成為你網站的粉絲 或者是進到你網站之後 然後他們看到你的商品 覺得有興趣感興趣 他們可能最後就做購買的動作 那這樣子也可以為你帶來收益 也可以為你帶來利潤 OK 那基本上今天介紹這六種 我覺得都是可以有效增加你網站流量的方式 那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運用 那也祝大家未來網站 或者是部落格的流量爆增 OK 那我們今天這則影片或廣播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一則影片或廣播再見 大家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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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